是发生在台中的中区新中街 有一处集合式的住宅 在6号这一天发生了火警 好 我们带您看到 这个新中街的大楼 大约是在昨天下午的4点半中开始起火 到了6点半初步把火室给控制住了 不过当时里长他第一时间的直击 他是说有好几个楼层几乎是同时烧了起来 好 现在起火的原因 还有到底起火的地点是在一楼还是二楼呢 这个部分还要进一步的来厘清 不过这场堪称是台中近24年来最惨的意外事故 现在已经造成了6个人死亡 还有6个人受伤了 我们带您看到分别在这个3578楼 都有一个人到三个人不等的人数 不幸丧命 好 一度传出来有7个人身亡 但是后来经过进一步调查之后发现 很可能是有住户在房间里头养羊 因此宠物羊变成了交尸 所以后来呢就下修了这个死亡人数 从7死改成了6死 同时有6个人受伤送1 另外现在29的住户呢 也是被安置 目前都先去住了饭店当中 但是我们要带您看到 在昨天的这个恶火烧出的是违建问题 其实火警发生的当下 这个情况真的很危急耶 好 您可以看到一度呢 有这个大火烧的太猛烈了 有两位民众 他们干脆自行爬上了遮雨棚 等待救援 好 另外呢 还有一名就是50岁的男子 他疑似也是因为受不了这个高温燃烧 因此最后呢 就从6楼跳了下来 重摔在轿车顶 当然其实消防人员获报之后 就紧急到了现场去抢救 好 但是这个画面我们来看到 在现场呢 一度有民众目击说 哎 云梯车怎么回事啊 到现场之后疑似机器故障 结果导致延误救援时间有40分钟 好 但是针对这个部分 消防局澄清了 其实云梯车到场之后 因为两旁的这个路旁停车导致脚架 没有办法完全做伸展 导致安全装置启动停住 必须要重新下降恢复之后 一味道脚架可以完全伸展 才可以继续升梯来救灾 其实并不是云梯车故障卡住了 好 但是呢 其实有媒体记者 这个就到了现场之后来观察 结果发现说 其实路旁的车辆大部分都是 依法停放在停车阁内 主要是因为这个巷弄真的是太过狭小了 云梯车的脚架呢 才会必须架在车辆旁边 但是现在呢 这个火警发生之后呢 其实还有人爆料哦 说该栋的建筑物的八楼是大违建 之后台中市政府也已经证实了 的确都发局在2009年的4月2号曾经爆查 确认过这个顶楼一层属于寄存的违建 因为它是寄存的违建 因此没有被列为优先拆除 但是现在大家都说 这场意外直逼2011年3月6号凌晨造成的 9死13伤的阿拉夜店大货 好 但是如果只比较民宅火警的话 这一回死伤的人数是近24年来最严重 仅次于1998年4月5号 清明节水南市场民宅发生的大货 12人不幸丧命 好 但是我们带您看到 这一间这个集合式的住宅 它的前身是印象大饭店 它已经屋龄35年了 地下有一楼 地上有七层楼 后来呢 被改建成出租的套房 七楼隔了41间 这个房租呢 大约是5000块 到7000块钱不等 锦销现在初步办定 这个大火的起火点就是在二楼 好 但是现在还有很多人持续的爆料 因为呢 有邻居就说了 这个房东啊 他人就住在一楼 而且他很爱堆放杂物 常年都在楼梯间堆一些资源回收 结果就造成浓烟呢 透过楼梯间不断的往楼上来窜烧 好 在二楼以上总共有41间的出租套房 这个里长还特别指控了 主要就是因为回收物乱堆在楼梯间 才会阻断逃生的通道 而且呢 不断的检举也没有用 因为其实在这个上周五 3月4号这一天才被稽查 但是呢 就是没有办法改善 好 现在外界一度也有人说 这个建筑物呢 曾经被称为所谓的偷情办店 被改成出租套房 好 七楼有隔了41间吗 但是我们对您看到这样子的指控呢 台中市的官吕局已经说了 其实没有接获民众检举 这个地方有经营日租套房 包含从2017年一直到2021年 也都没有任何的裁罚记录 好 不过这场大火在昨天传出了 这个意外事故 有人还说啊 这就是城中城事件的翻版 大佬农业密布 一难一女被逼出室内 站在遮雨棚上 等待消防车救援 不停呼救 两人紧紧一危 就怕滑倒坠楼 但云堤车到场却疑似空间不够 无法定位升不起来 现场民众赶紧合理以车 因为两旁都有停气车 那导致我们云堤车的脚架 无法全升 但过没多久就有男子 因为受不了高温坠楼 当场头颅破裂紧急送医 就怕折雨棚上的两人 坚持不住消防人员 持续涉水救援 但墙里水柱 喷到受困男子背部 让他站都站不稳 一外就发生在6号下午4点半 台中市中区行中街 一处7层楼住宅大楼 突然起火燃烧 打火弟兄分秒避震 展开救援并出动云梯车 先将两人救下后 晚间六七点又救出两名妇人 其中一人受困电梯约两小时 另一人救出时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楼梯间都堆满了杂物 所以它动线是很难前进的 它是属于承通梯 它是没有安全门的 那个是完全没办法出去了 直到火事控制消防员逐程 搜索坏消息陆续传出 5号房间找到两人6楼 寻货一具教师 另外7 8楼又再找到两人 全都没了呼吸心跳 期待消防部署 还在清查当中 莫救的部署呢 我们已经把他安置在派堆里面 根据了解 这栋失火大楼已是35年老屋 前身为印象大饭店改建后 里面共有40亿间套房 几二式住宅经传大火 截至目前为止 造成多人伤亡 详细起火原因 还有待进一步理清 记者综合报道 这栋大楼呢 是35年的老建筑 是地上7层 地下一层 RC构造顶楼加盖 整栋大楼被隔成了 41间的套房 好 至于起火点到底在哪里 现在还必须进一步调查 要由消防局来确认厘清 怀疑该栋大楼的楼梯间 常年堆放杂物 结果就影响到了逃生跟救灾 现在市府已经紧急安置 29名的受灾户 先去住饭店 大楼浓烟密布 一男一女被逼出室内 站在遮雨棚上 等待消防车救援 不停呼救 两人紧紧一威 就怕滑倒坠楼 但云梯车到场却疑似空间不够 无法定位升不起来 现场民众赶紧合领一车 但过没多久 就有男子因为受不了高温 还没等到消防员部署 就跳楼求生 当场头颅破裂紧急送医 而停在路边的白色轿车 车顶被砸毁凹陷 就怕这雨棚上的两人坚持不住 消防员持续涉水救援 但墙里水柱碰到受困男子被捕 让他站都站不稳 意外就发生在六号下午四点半 台中市中区新中街 一处七层楼住宅大楼 突然起火燃烧 都人受困遮雨棚电梯 大伙弟兄分秒必争 展开救援 并出动云梯车 先将两人救下后 晚间六七点又救出两名富人 其中一人受困电梯约两小时 令人救出时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直到火室控制 消防员逐层搜索 坏消息陆续传出 五楼房间找到两人 六楼巡获一具胶尸 另外七八楼又再找到两人 全都没了 呼吸心跳 根据了解这栋失火的大楼 地下一楼地上七楼建筑 已是三十五年老屋 前身为印象大饭店 改建后里面总共有四十一间套房 集合式住宅经传大火 截至目前为止 共造成多人伤亡 相信起火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离期 记者韩志欣 李云杰 年幼城 彭新美 台中报道 好 进一步就要告诉您 这场发生在台中的 这个住宅大楼的大火 最后呢 截至在昨天晚间的最新消息 是造成六个人不幸丧命 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场悲剧呢 我们来看到这回是有附近的邻居爆料 表示说获救的75岁装姓房东 他其实常年堆放杂物 而且经常被检举 但是呢 检举也没有用 在周五这一天 3月4号 其实环保局才刚刚来查过 好 另外呢 现在大家也要来追究一下 到底这个火事怎么会发生的 好 经过调查 结果发现 这栋大楼呢 已经屋龄35年了 算是老旧的建筑物 前身是印象大饭店 还曾经有偷勤饭店之称 好 目前已经改装 成为出租的套房 屋顶一层被查获 是寄存的违建 当然其实呢 当下是个火事顶楼的违建画面 也曝光了 看起来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可怕